认识差纳,从景博开始 红武二年,宁王朝在景的镇设立玉器厂 布袭工本,精益求精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 本期向大家介绍的是明代成画时期的三彩鸭形香薰 气无成鸭子造型,分上下两节 上半节为盖子,下半节用于盛装香料 主体色彩为黄、绿、紫,宁静素雅 鸭颈中空,与口相通,鸭腹呈椭圆形 香气缓缓上升,通过鸭嘴自然散发而出 整体造型生动有趣